只要Youtube上面 做直播比我少的人 我都去給人家 阿你直播多少人啦 阿我的我的 屁 屁 喔 鳳梨你講的什麼話 鳳梨抖什麼類 你追蹤人數有多少 現在要比粉絲多多 粉絲最人 說回代人說粉絲 人家被逼急 人家被逼粉絲相當多 只要Youtube上面 做直播比我少的人 我都去給人家 阿你直播多少人啦 阿我的我的 屁 屁 屁 我什麼直播 你直播多少人屁 屁 啊 這到底是跟人數又有什麼關係啊 比當比賽 都不會說道理的咧 整天的咧 比觀眾比齊比土地 比家是不是你賣 比粉絲數多少人 我不是這樣比這個咧 我們比道理 道理你懂嗎 廖先生廖老闆 講 講 道理 OK 說話 說話公圍 公圍 不要人在那邊比比比比比比 哎呦 有錢 粉絲很多哦 鳳梨你講什麼話 鳳梨抖什麼呢 你追蹤人數有多少 好結果我公圍傳送人數超多 哈哈哈哈 哎呦真的是 我們繼續下去啊 我們繼續下去 你可以批評別人 人家批評你就爆氣 你就沒有邏輯 你就跟人家嗆錢 那你除了錢 請問你還有什麼 所以這個社會是 錢多的當總統嗎 錢多的寫法律嗎 錢多的就是道理嗎 你講這句話 X死人了 這個社會上 真的不是這樣 你就是那種 暴霸化戶土財主啦 有錢 就目控一切 我覺得你就是台灣版的 傑尼龜 管兒跟廖老大吵架 實在太妙了 中老年8加9吵架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健身房現在的收費 是非常便宜的 像館長的健身房 一天33塊錢 今天買得起廖老大的飲料 就可以去健身房 所以意思就是說 喝廖老大的飲料 也是上流社會的人吧 館長這張嘴喔 真的還蠻準的啦 大家記不記得 三個月前吧 我本來是以為到年底啦 但是 好像 好像也沒有到年底啦 你就受不得批評嘛 你可以批評別人 人家批評你就爆氣 你就沒有邏輯 你就跟人家嗆錢 那你除了錢 請問你還有什麼 那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我找郭台銘來 你就乖乖的嗎 所以這個社會是 錢多的當總統嗎 錢多的寫法律嗎 錢多的就是道理嗎 你講這句話 X死人了 這個社會上 真的不是這樣 你就是那種 爆發戶土財主啦 有錢就木空一切 你講這個話 我們就覺得是這樣 我今天跟你講道理耶 昨天晚上我問的明明就是 請問你說這些話 你要不要跟健身界道歉 跟你有多少錢 房子是不是租的 請問有關嗎 我覺得你就是 台灣版的傑尼龜 傑尼龜當初跟你 之前你的影片打龜的時候 你也說他不敢面對嘛 那我現在我講白一點啊 你除了有錢之外 如果要講道理 你也不敢面對啊 你也就是台灣版的傑尼龜嘛 我真的想到… 我現在就想到有一個人 你為甚麼人 最後我都想到你 我自己想フォル 你像這種故事 你也想到你